娱乐转圈圈 请问你任性的本钱在哪里 很典型的母女关系 更典型的催婚情节 怀疑全中国所有的催婚台词都出自同一个剧本 共享同一个套路 听说你要分手 见面强压怒火 强调事情的严重性 天快塌下来了 前台词 你的婚姻就是 我最大的心病 然后直奔主题开始拿年龄压你 你多大了 前台词 这么大年纪 还经得起分手吗 你好言好语解释说 我不喜欢他 我俩不是一种人 他立马投过来一种旷服第一次认识你的目光 讽刺道 你就是做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前台词 你还有什么可挑的 当你调整心情 试图继续沟通 我俩真的不合适 他依然觉得 是你的心态出了问题 你就是虚荣心作祟 你除了看得起你自己 你还看得起谁啊 最终 你败下阵来 无话可说 他更生气了 开始放狠话 行啊 你接着 再去找去吧 我不会再管你了 别到最后 把自己给走丢了 前台词 以后没人要别哭着来找 我截这些图是我 第二次看这段剧情了 依然怒火中烧 气不打一处来 怎么会有 这么窒息的母亲 怎么会有 如此蛮横的逼婚现场 很难不带入女主 无自觉 跟他共情 试想 你每天忙得要死 当你前脚 刚踏进办公室 他后脚就找到公司门口 让你下来对质 然后一大早 当着人来人往的公司同事 开始数落你 临走前 还要指着你的鼻子 骂有多远 给我走多远 然而最可怕的一幕 你还没看到 生你养你的母亲 这边刚骂完你 那边立马给你 刚分手的男朋友道歉 是阿姨叫你无方 阿姨给你赔礼道歉 感性吗 死活要把女儿 往婚姻天堂送着她 自己的婚姻 却一直在地狱里合避呢 你没得到的幸福 想让女儿弥补 你不相信的爱情 让女儿相信 门星自问 我要有这么一位妈 绝对做不到 女主像这般好脾气 她已经足够配合 妈妈说你不试试 怎么知道 不合适呢 好的 她去世了 妈妈都没问过 你想不想结婚 就通知了朋友同事 好 你也给她面子 帮着瞒了 明明是妈妈不顾你的感受 好到公司大闹一通 好 最后道歉求和的 还是你可是为人子女 出于孝顺和尊重做的这一切 妥协有用吗 答案显而易见 气到忘了说剧名 秦兰和王克帝的 理智派生活 谁说的 姐弟恋小甜俊 首播前四集光气人了 气人的 不光有妈 还有女主 这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男朋友 让我们再次带入女主 感受下这个男的 有多可怕 小崔 本来是你的公司同事 跟你恋爱 一百天后突袭求婚摄像机 鲜花 戒指全带了 就是忘了 带你的事先同意 本来你就是 在母亲的催促下 跟他发展事实的 谁知道 这位普姓男以为答应 恋爱跟答应结婚是一个意思 他看不见你为男的表情 和想要拒绝的暗示 而在全场的围观起哄下 你又想给他留几分颜面 所以只好半推半就的 戴上了戒指 天哪 就这个行为 什么射死是求婚 分明是 道德放假啊 然而他之后的行为 更夸张 自作主张 买了婚房 邀你一起 还房带你把话说明白后 提了分手 他立马 露出狐狸尾发 分分钟换了一副面孔 你以为我求着你那是吧 你是不是觉得 我高攀你了 拜托你 照照镜子行吗 33了 满大街都是比你年轻 比你漂亮的小姑娘 您这岁数上 婚戒所都被人嫌 气 劝你少看一点鸡汤文章 少做一点 偶像剧的青春梦 认清现实 现实就是 有我一个这样的人 接着你就很不错了 就这两段 踩在我雷点上 蹦迪的皮划让我的拳头 握了又握 典型的普敬男 没错吧 更别提他后面做的 那些肮脏事了 什么未经你同意 就在公司大群 公布结婚销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